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市场也是普遍的预期这个吸口是不变的 明天呢是这个7指的一个结算日 今天呢就是极月的7指转仓的一个高峰日了 港股表现也是比较的一个波动 那么横指呢说现在目前呢就爆在了21327点 是下跌了79点跌幅为0.4%的 国际指数目前呢就爆在了9025点 是上涨了9点 那么涨幅为0.1%的 那么横指呢暂时呢是在这个10天 10天线的一个位置有一个拉锯 那么4月即将是有一个结束了 那么在传统五穷六决之下呢 港股五月初的大势的表现将会如何呢 横指您看在什么位置上呢 说真的 这个股市最近来说 是有一点点的反复的 第二个这个很正常 因为很真实的时候 从那个2月10号的低位18278点到这个月的高位21634点 在十个星期之内已经上升了3356点 其实这个上升的幅度也相对来说比较厉害的 当然并不代表3000点的上升之后一定要回吐 我们就要看成交经验 到目前为止每一天的成交大概在500到600亿来说 其实真的是不太足够的 等于说经过3000多点的上升 你要把那个股市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那个中期的升浪的话 首要的就是资金与进强的态度 现在看起来股市根本没有太大的动力 所以五月初个股市恐怕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反复的 当然要看看有什么不利的因素出现 要是没有的话 股市很大机会就是会在一个一千到几百点的波幅里面 进行一个整顾 拉也来不上 可是下也下不到哪边去 那就要看往后那个市场有什么消息进来了 但当时看那个主要南筹的走势 恐怕是稍微需要整顾一下 毕竟从那个地位上到目前为止 一部分南筹已经上升了30到40个不先 有一部分已经反弹了50个不先 要是从那个基础上来看 这个反弹其实已经差不多的了 只是今天是集指赚餐的高峰期 明天是节省日 在这个月明显看到 从那个8号的低位2045点上升到21号的21634点 是一步一步的往向推的 做单的这个月份比较吃亏了 不过到下月份到底能不能够维持三月四月份 这个先低后高再进一步往向推呢 现在很难说 因为我看成交金也真的不太足够 我还是担心五月错股市是会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下 寻找这个调整的低位的 到最后当然是看五月份是先低还是先高了 这个要到下个星期我们才知道的 那么今天晚上应该是会就是留意一下 这个明成会公布的美联储的一个议息结果了 虽然市场普遍是认为这个加息机会不大呢 但是这个本港的一些地产股方面 在消息公布前呢就普遍的一个偏软了 那么101的恒农地产就下跌了2.2% 是报着15.68 恒地12号下跌了1% 报着49.9 九仓4号呢则是下跌了1.5% 报着43块 泰股1972呢就下跌了0.7% 报着了20.75块 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呢 您建议目前应该怎么去部署呢 说真的应该没有太大的惊奇了 因为南筹地产股说真的 现在在房价有一点点的往下调之中 其实来说没有太大的冲击呢 加上像那个1113那个强势地产 从地位上来已经反弹了50% 差不多 使用机地产也从那个70多块钱 到现在90块钱已经反弹了30% 其他的也不用说了 基本上现在来说 股市要往上推的话 恐怕只是很真实说 全部里面的像汇轰啊 91这些会走得比较快 其他的南筹地产股 我想是平稳而已的 以前在这个冲高的释放当中 南筹地产股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大弄拉动大石上升的一个走势 可是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更多的资金是会去买 比如说腾信啊 还有其他的成分股 当然也要看内地的股市到底是怎么样 相对于很多板块来说 其实南筹地产股的财政是很健全的 就是香港房价有一点点的建的顶开始下的感觉 可是由于利息还是比较低 尤其是现在暗示 只不过那个优位利率下调2.5% 这等于说 供房子的那个利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房价使我轻轻地放下下行的走势 可是我并不觉得会跌到哪边去的 相对南筹地产股来说 其实不少上新闻基地产 上市地产 他们都要很强的现金流 而且财经也很健全 更重要的 他们的租金的收入也很稳定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的 那就要看整个股市的方向 要是终极的反弹 会发展成为一个终极的伤浪的话 南筹地产股当然是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上走 要是说这个中期反弹过后 是会稍微整过 还有是会一点点反复的话 那南筹地产股也无可避免 也会有一点点的反复 一点点波动的大点 我看仗值来说应该不出现 好的 那么内地的一线城市的楼市 还是非常的炽热 那么也是带动了一些基建国 今天有一个好的表象了 那么昨天晚上 中交建设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 那么公司今年一季度就实现了营业收入 超过了825亿元 同比是增长了11% 那么公告也是同时也是显示出 这个一季度的公司 各项的主营业务也是稳步的一个开展 那么新签的合同约为人民币1079亿元 同比是增长只有2% 那么对于中交建的这一份业绩 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新签合同的增速 有一个明显的放缓了 那么还值不值得去投资呢 当然早前的股价从5块多上升到10块多 其实内称的升幅差不多 没有一倍啦 可是80到90个百分比应该是有 当然它下调的幅度也蛮厉害的 现在看起来9块多的水平 应该是已经进入一个深厚的政策的消化之中 基本因素方面 其实一路一带相关的政策本来就有利中交建这个长线的发展了 可是要是说一个季度一个年度到底是怎么样 对中交建来说 恐怕带来的影响只是股价的波动而已 等于这类可不可以买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从5块7毛7到10块04毛 股价已经反弹了差不多一倍的了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进入一个深厚的消化之中 现在看起来就要看看8块8毛4的姿势到底是怎么样 要是在未来一段时间 股价跌圈了8块8毛4的话 恐怕还是有机位进一步下是8块1毛3 这个一个月的低位的第一个反弹的高位 我想应该是已经过去的出现的了 现在是在一个高台的竞争一个正常的消化跟整股之中 要是要买的话我觉得还是等一等 就9月那个5月初看看那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要是股价有机位在下调到8块多两的时候 我们才考虑就比较好了 好的 感谢关老师做出的显示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和资产有趣吗 没有的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